各位同學 大家好 我是韓敏俊老師 今天要為大家講解的是國中數學素養課程幾何一 直角坐標系的部分 直角坐標系包含直角坐標系與向線 點到坐標軸的距離 什麼是直角坐標系呢 直角坐標系是現在中學數學當中常用到的一種坐標表示法的數學觀念 它主要是法國的數學家迪卡爾在1637年發表的《方法論》附錄中提到的一種坐標系統的概念 它主要是在平面上面選定兩條互相垂直的線為坐標軸 通常會選擇一條指向右方的水平數線稱為X軸 再選擇一條牽直向上的牽直線稱為Y軸 其中X軸與Y軸交會的點我們稱為圓點 當我把這兩個坐標軸都畫上去之後 在這個平面上面的每一個點就可以用X坐標以及Y坐標這兩個數字來代表每一個點的坐標位置 那當我把X軸跟Y軸畫出來之後呢 整個平面就會被我們分成四個部分 分別是第一第二第三跟第四向線 其中我們注意到第一向線它的兩個坐標 X坐標跟Y坐標都會是正的 第二向線它的X坐標會是負的 但是Y坐標會是正的 第三向線 X坐標和Y坐標都會是負的 而第四向線 X坐標會是正的 但Y坐標會是負的 我們用這個例子來看 比方說我們注意到右上角有一個點 它的坐標是43 代表說從圓點往右邊走了四格 再來往上面 往牽直向上的方向走了三格 得到43這個點 那當我們把它投影到X坐標軸上面的時候呢 我們就會得到投影點是40 當我們投影到Y軸上面的時候 則會得到03這個點 同樣的道理 左下角有一個-43 更正-4-3這個點 當它投影到X軸上面的時候 我們會得到-40這個點 那麼如果我們把它投影到Y軸上面的話 則會得到0-3這個點 當我們要看點到坐標軸的距離的時候 不要忘記 因為坐標它會有正負的差別 就像剛剛左下角的那個點是-4-3 它會有正負號 但是如果我們要算點到坐標軸的距離的話 則一定是正的或者至少會是0 不會是負的 所以在這個地方我們必須補上絕對值 例如圖形上面所示 如果說有一個第二項線的點P 坐標是XY 那麼它到X軸的距離 就會是它Y坐標的絕對值 而它到Y軸的距離 則會是它的X坐標的絕對值 不要忘記絕對值 才能保證它會大於等於0喔 接下來如果說 我在坐標平面上面 我畫出三角形 我想要知道 這個三角形如果我三個點都給你了 三個點的點坐標都知道 那我能不能算出它的三角形面積呢 當然是可以的喔 以這個例子來看 我們先用簡單一點的例子 如果說ABC三個點坐標 分別是4604還有40 那我要怎麼算出三角形ABC的面積呢 那我們當然 利用三角形的面積公式 我們知道 我們要1 2 底乘以高 所以我們最好能夠找到它的底和高 那它的底和高分別是什麼呢 我們用藍色跟橘色兩條線段 來標示它的底和高 如果藍色的當作是底的話 那我們橘色的就會是它的高 因此三角形ABC 以這一題來講 它就是1 2 它的底藍色這一條 當然長度是6 而橘色這一條 也就是它的高 長度就是4 所以1 2乘以6乘以4 就會得到它的面積是12 接下來我們來看這個 稍微複雜一點點的問題喔 如果在這個坐標平面上面 有三角形AOB A呢坐標4 6 B是-3 跟著-2 3 O則是原點00 如果我們要算這個 三角形AOB的面積 那我們要怎麼算呢 其實跟剛剛的道理很像喔 你會注意到 我們把AB連線跟Y軸的交點 如果我們叫做D 接下來這個三角形AOB 就會被分解為兩個小的三角形 也就是黃色的OAD 以及綠色的OBD 這兩塊 如果兩個三角形我們面積都會算的話 那加起來不就是整個大的三角形面積嗎 所以用這樣子的策略 我們來思考看看 三角形AOB的面積 把它分解為綠色的ODB面積 加上三角形ODA的面積 而這兩塊三角形 一樣我們去找它的底還有高 這兩個三角形如果我都以OD當作底的話 那麼它們的高就分別是橘色的這兩條 高的長度分別會是2還有4 所以我們把它帶進這個三角形的計算裡面 我們就會得到綠色三角形ODB的面積 就是2分之1乘以4乘以2 再加上黃色的三角形ODA的面積 也就是2分之1乘以4乘以4 經過計算我們就可以得到答案是12囉 接下來我們來看這個點到坐標軸的距離 就像剛剛提到的 點到坐標軸的距離必須注意 我們要補上絕對值 就像這個 坐標平面上面如果點-7 4 我想要問說它到X軸的距離為何 到Y軸的距離為何 我們要怎麼做呢 其實大家也不要把它當作好像在背公式一樣 我們最重要的就是把它的點坐標 在這個圖形上面把它標示出來 看圖說故事我們很快就可以得到答案 例如-7 4 要怎麼畫呢 我們注意到說-7代表說 它在X軸的方向上面是往左邊走7格 接下來 4 這個Y坐標4的概念代表說 它往Y軸的正向 也就是往上面走了4格 所以就像圖形上面所示 我們就會得到-7 4的這個點的位置 既然點的位置已經標示出來了 我們其實就可以回答到X軸的距離 以及到Y軸的距離 例如到X軸的距離 你就會發現說 它其實就是千值的這個4 也就是它的Y坐標的絕對值 4的絕對值也就是4 再來到Y軸的距離呢 到Y軸的距離應該就會是 像這個圖形上面的7的部分 也就是X坐標的絕對值 -7的絕對值也就是7 其實重點是把圖形 把點坐標標示上去之後 我們其實很快就可以得到答案喔 我們來看看這個基礎式題 它說在坐標平面上有一個點A 而且A點到X軸的距離為2 到Y軸的距離則恰為X軸距離的3倍 它說如果A在第二向線 則A點的坐標為何 好 我們注意到 它說A點在第二向線 所以我們先在這個第二向線上面 標示一個點A的位置 它的位置 接下來它說 橘色跟黃色這句話 橘色它說到X軸的距離是2 到Y軸的距離則是到X軸距離的3倍 我們把這兩個條件把它分別標示上去 到X軸的距離是2 就像圖形上面所示 接下來既然到Y軸的距離是到X軸距離的3倍 所以我們把2乘以3就會得到6 所以根據這個圖形 我們就知道說 它的點的坐標應該是什麼呢 第二向線 所以先往左邊走6格 再往上面走2格 就會得到A的坐標是-62 來看這個進階式題 它說如果點AB在第二向線 則點這個AB還有A-B在第幾向線呢 既然我要判斷在第幾向線的話 代表說我要判斷它的正負對不對 我必須從題目給的條件去判斷說 A乘以B它是正還是負 A-B又是正還是負 首先黃色這句話 它說點AB在第二向線代表什麼 代表A小於0 而且B會大於0 根據這個條件 我們可以得到AB相乘之後 一正一負相乘當然會小於0 再來 A-B也會小於0 為什麼 因為A是負的 而B是正的 一個負的數字 再減掉一個正的數字 你隨便舉一個例子 比方說負2跟3好了 負2-3 那你就會得到一個更小的數字 一樣是負的 所以你會得到 A-B是小於0 既然如此 AB小於0 而且A-B也小於0 所以負負當然就會在第三向線 再來我們來看這個數學解題挑戰 它說下圖的坐標平面上有PQ兩個點 坐標分別是5A還有B7 根據圖中PQ兩點的位置來判斷點 6-B A-10 落在第幾向線 跟剛剛其實很像 我們要判斷它的向線在第幾向線呢 那是不是要去判斷它的X坐標是正還負 它的Y坐標是正還負 所以我們要來想想看 6-B是大於0還是小於0 A-10又是大於0還是小於0 那根據圖形給的條件 我們可以來看 PQ兩個點 它有右有左有上有下 可不可以從這樣的條件來判斷 它題目要的6-B還有A-10的正負呢 當然是可以的喔 我們來思考看看 我們先畫兩條藍色的虛線 在這兩個藍色的虛線 我們代表的是什麼呢 是不是代表PQ這兩個點的X坐標的大小 從藍色的這兩個曲線 我們會知道說 因為Q到Y軸的距離比較短 會比P到Y軸的距離來的短對不對 所以我就會知道說 B跟5來比大小的時候 也就是PQ兩點的X坐標來比大小的時候 誰會比較大誰比較小呢 當然就是B會比較小 5會比較大嘛 所以B會小於5 你從藍色線段的長度 它的位置左右位置來看 你就會知道答案 那因為B小於5 所以我們來判斷6-B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6-B當然就會大於0 因為B比5還要來得更小 所以你這樣一減下來的話 6-B其實會大於0 同樣的道理 我們畫兩個千值的黃色線段 來看看他們的Y坐標的大小 從這個黃色線段我們可以判斷出來 Q的Y坐標一定會大於P的Y坐標 也就是說A會小於7 那根據這個條件 我們就可以知道 A-10一定會小於0 因為A比7還要來得更小嘛 所以A-10之後一定會比0來得更小 所以從以上我們就會知道 6-B是正的 而A-10是負的 所以這個點坐標它就會落在第四項線 最後我們來看看這個數學的延伸研究 已知坐標平面上面有一個長方形A-B-C-D 它的坐標A-B-C-D分別如圖上面所示 今天如果說我把這個長方形固定住B這個點 將它做順時針方向的旋轉 如果旋轉之後C點的坐標在30 則求旋轉之後的D點坐標 好我們注意到 因為A的坐標是00 B的坐標是20 所以我們就會知道AB的長度是2 再來 A的長度0 更正 A的坐標00 D的坐標01 因此我們會得到AD的長度就是1 接下來我們看這張圖 我們慢慢地把它旋轉 旋轉 旋轉到C的坐標是30的時候 我們注意到說 當我這樣旋轉的時候 這個長方形的長跟寬不會變 所以既然左邊這個線段長度是1 那麼我旋轉之後得到的 新的BC的線段長當然也會是1 所以整個底下的距離是3 再來我旋轉之後我長度不變 所以CD的這個長度就會是2 從這張圖我們很快就會得到 第一點的坐標是32 以上就是今天的國中數學素養課程幾何一 直角坐標系的部分 謝謝大家